很多觀眾朋友有時都會問 爆肺究竟是甚麼回事 其實都可能聽過這兩個字都很多次 無論在娛樂新聞或者報紙 都可能見過我們很多名人都試過有這個情況 事實上來說爆肺 在年輕人來說 尤其是高個手手的男弟來說 是真的幾常見的 其實發生率高達就算在大學生之中 我們每年在政府院都分分鐘看很多入院的病友 就是大學生或者高中生都會有這個情況 那麼爆肺究竟是甚麼回事 平時來說我們的肺在胸胸裏 肺等於大氣球漲著貼在肋骨上 肺和腊骨之間根本是沒有空間的 碰住的 不過如果突然間在肺和腊骨之間出現了空氣 壓低了肺的 那這個就叫做氣空 那些氣是哪裏來的呢 有很多個原因 譬如會不會是外面的創傷 有個傷口有些氣走進去 或者會不會有甚麼病引致到肺流氣 都有這樣的可能性 不過如果我們是說我們最常見的那種 那些年輕人又未必一定是吃煙 不過有時尤其是男生比較多 有一種我們叫做懸發性的氣空 估計多數是有時快樂年紀之後的 肺就生出了起泡 那完全沒有病徵的 不過這個起泡有時就會穿了 穿了肺不像它堵穿了氣球那樣 就縮了 那些氣流了出來 就在臘骨和肺之間 就壓縮了肺 那所以會出現的病徵 那第一可能會感覺到有點不舒服 甚至有點痛 另外一個病徵就是可能會感覺氣喘 因為有了一些空氣在這裡 其實我們呼吸的效率就會變差了 那所以很多病友都感覺上有點氣喘 那通常來說有這些病徵 那年輕人去到急診室 看了醫生的 那視乎氣空大小而定的 那可能會選擇保守治療 讓他自己好 有時可能放針痛進去 抽氣出來 更常見的 可能是開小小鈕 放手指這麼粗的引流管 放氣出來 這樣也可以 放水出來 肺脹漲 肚氣停了 這樣就循軟了 那傳統的急診治療 就是這樣做的 不過如果我們就這樣 讓病人回家 其實擔心的地方 就是他會不會復發 以往來說 傳統在大學我們教的 復發機會不是很高的 不過其實 近年的研究發覺 原來的復發機會 真的不少一下 那譬如英國的 英國的British Thoracic Society 英國的香港醫學協會 他們的指引 現在都指出 如果是爆了一次肺 你會出現第二次氣空 4年外出現第二次氣空的機會 其實是一個半數的 大多數病人都可能會再復發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想 我們如何防止他再復發 因為如果他一旦再復發 幸好的就穩穩定小 可以進入急診室 不幸運 如果是流氣流得緊要的 其實也有很小很小機會 有些生命危險的 如果剛剛爆肺 如果剛剛坐十幾個小時 長途飛機 坐遊輪 即時得不到醫治的 更加會令人有點擔心的 所以我們想辦法 去防止他復發 防止的方法有好幾種 不過其中一個 如果年輕人身體好的 我們通常醫學指引 我們建議的 就是用外科 一個胸膜黏貼手術 去做的 其實做法 就是一個微創的胸肛手術 全身麻醉 師傅醫生 麻醉了之後 我們就開一至三個小箱口 箱口不太小 有時今時今日 如果你已經被插了胸肛壓力管 有時用好箱口 來做手術 都可以的 進入去 其實我們是做兩件事 第一 就是找你流氣的源頭 剛才說過 很多時如果是軟發的 是沒有其他原因導致的 通常都是在肺頂上散了氣泡 找到氣泡的 我們就會用一個外科 在肺內的膜上 就輕輕進來一個磨擦 那磨擦呢 就刺激到胸膜 有些無菌的發炎 那目標是什麼呢 做完手術 肺漲發 肺貼了進去 現在損掉的臘骨膜上 兩者之間就會產生一些發炎 發炎好了就變成纖維化 就等於把肺黏在臘骨膜上 一來肺表面 就更加多了 大白保護層 無菌的流氣 二來就算流氣 希望它不會再脫落 可以黏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防止 日後的復發 原本我說 如果不做手術 你的復發機會 分分鐘可能是高達5成以上的 做了手術之後 醫學上沒有百分百的 不過通常來說 超過九十幾 以後都不會再出現 希望透過這個簡單手術 就可以幫到病友 防止他日後復發 讓他過一個正常的生活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 table都在這裡 我可以配合 所以是我們的行動 等一下